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地区附近发生瑞士6.0地震 镇央位在花莲县近海 地震深度10公里 花莲 宜兰镇度7级 南投5级 台中云林4级 桃园 新竹 台东 台北 嘉义 彰化 苗素 台南3级 高雄 屏东 彭湖2级 目前尚没有收到关于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消息 台电花莲区处通报 花莲地区滨海溃陷 因受地震影响 于昨晚11点50分发生跳脱 影响702户停电 台电县正抢修中 其余全台包括临近镇源的宜兰台东等地供电都还正常 最近花莲连续地震 一天发生9次地震 2月4日凌晨 发生规模超过4级的连两震 最大震度5级 4日晚间10时 接连发生4次地震 瑞士规模最大为5.5级 从晚间9时12分开始 花莲县附近海域已连7次地震 其中还有3次小区域地震 台湾中央气象局地震侧报中心观测 花莲 宜兰 镇级达到5级 最大规模是5.8级 台湾民众在中央气象局脸书上纷纷留言 又摇 我要穿着鞋子睡觉 吓到了 可怕 摇到我都分不出是自己晃还是地震了 一只地震晕了 到底要不要逃跑啊 希望大家平安 等等 非常巧合的是 整整两年前的2月6日凌晨3点 南台湾也是发生瑞士规模6.6级的大地震 台湾中央气象局提供的防灾提示说 由于地震目前无法预测 所以当地震发生时 尽量不要贸然行动 若是遇到非常大的地震 则就近寻找坚固的家具 桌子来躲避并保护头部 地震结束之后 通常会有余震发生 地震后土石松软 容易发生崩塌意外 所以尽量避免到山区活动 或是靠近外表明显毁损的建筑物 打开收音机 收听紧急情况指示及灾情报道 听从紧急计划人员的指示疏散 以上是新闻时事报 齐亮为您播报的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由于能不能订阅 感谢观看